燈約有三層樓高 地面水流瞬間形成了一條小河 自來水公司人員在現場搶修 全身濕透 凌晨1點40分左右 雲林二輪的永定國小龐 轎車撞毀自來水排氣閥 一聲巨響嚇到居民 這台水公司人員破曝趕來搶修 卻遇上困難 到天亮都還止不住 現場發現一輛撞毀的白色轎車 車身有水管藍色的擦痕 但車上不見人影 駕駛當時已經離開現場了 我們根據這個車號通知車主 方案說明 水柱噴了約七個小時 上午九點水管才停止噴水 自來水公司先將水止住 再重新裝置開關 而肇事的駕駛汽車逃逸 除了賠償公務 還要負法律責任 大愛新聞雲林綜合報導 周永宣布明天凌晨零點起 汽油價格要調漲兩毛錢 讓台灣的汽油價格來到了 三毛錢